这个世界真有飞碟吗 最近一段奇怪的视频显示一个不明飞行物 飞裂成两个独立的飞行物体 据称在中国东海上空 该片段于2019年8月19日下午6点20分左右 在日本冲绳附近的首里城的山顶上 有一名中国女神记录 首里城是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内南部 纳坝市以东一座琉球市城堡 从15世纪至19世纪是琉球国都城和王宫的所在地 琉球群岛的特殊地底位置 使其自古以来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邻近国家的贸易枢纽 历史上曾经建有琉球国等国家 是中国明朝的蜀国 日本流行的空手道就起源于琉球的空手 也称为唐手 拍摄者说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去到学校旁边的首里山顶 在山顶 这位拍摄者观察到一些像星星一样徘徊在天空中的东西 神秘物体徘徊了大约10分钟 然后这名女生拿起手机将视频录制下来 这段视频显示了在东海上空奇异的明亮UFO 在那一刻之后 这位拍摄者说这颗明亮的星星开始移动 并且发出南侧和红色的光芒 然后他便拿出手机开始录制视频 这位拍摄者看到UFO后 心情有些激动 并开始哭泣了 现在就像 就像一个太阳那么闪亮 第一个飞碟变成了两个飞碟 就是这样 从口音能辨别 这是一位中国女生 她用哭泣的语调说 我很激动 你可以看飞行轨迹 它绝对不是飞机 但是我有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 似乎最近UFO在东亚沿海附近活动比较频繁 8月6日 菲律宾沿岸发现了UFO 8月20日 河岛核电站上空也发现了UFO 加上这些案例 算第三个 不知道这些UFO到底想做什么 旅行者一号于距地球64亿公里处 最后一次回望母星 拍摄下这张照片 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如同微小的一粒沙子 而这粒沙子上每时每刻都上演着那么多分离和冲突 那些呐喊血和泪 在人类诸多先贤中 大概只有老子一人说出了真相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矣 不上贤 使民不争 大道费 有人意 会之初 有大为 世界原本一元 奈何人类总是将观察角度不同形成的二元不断生化 放大 贴标签 导致更多的区隔 分离 矛盾 和冲突 强化二元即兴的结果是陷入无种的情感创伤陷阱中 甚至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这是更高维度的负面外星势力操纵的结果 他们通过精神装置放大人类原本拥有的二元对立倾向 锁死人类的觉知 并压榨人类的情感能量 以喂饱他们 我们不知道这些西方学者是否说的正确 但是人类应该走出泥潭 也许二元分离的客服是人类的一次考试 祈祷世界和平 我们首先要反省人类自身内心那些二元分离倾向 外因是条件 内因才是关键 地球的历史时空是我们内心放大而自我排演故事的格局院